倘若我心中的深水 你眼中都看到 我便于不予烟花青岛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山门 汉葵门 会有重庆凤洁新龙镇肥龙村 角壁高610米 宽420米 尽所谓胸臂有天力万云虫 第七两者悬崖有刀修般相对而立 看起来就像一座最大的山门 站在这个位置 回头看天外有天 往前看门外有门 这里东南夏凉 鸟语发香 宛游一个世外桃源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们喜欢吗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强 今天来到重庆凤洁 打卡三峡原乡 这里正在努力打造一个 原起原味的 室外桃源 原甘先进室外桃源 也不过如此啊 拆菜啊 找的好看哈 这里自己种菜啊 神田园没乌养的绿色食品啊 这里还有多少服务员家住在这里啊 这里还有多少服务员家住在这里啊 啊几十家啊 还有十几服务员家 还有几十家 这个地方好啊 冬暖夏凉啊 空气好 空气好 是 站在这个位置看 吹烟鸟鸟 十几富原家隐藏在一片喀斯特悬崖底下 每天早晨由木摇摇 美得无法形容 更像是严干先进一样 这里呢 冬暖夏凉 鸟已发香 远离了城市的香坊 呼吸清新的空气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增 在这里种种花 种种菜 口喝呢 有天然的山蝉水 还可以种点水果 生活积极嘛 养养鸡养养养猪 各自助给自主的生活 一助就是几代人 惬意助人落在其中啊 就是这样一个慢节奏又惬意修遥 在前几年啊 就被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了 有网友啊 将这个世外桃园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就吸引了很多流油爱好者 前来这里打卡拍照 如今这里啊 即将要打造成一个景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室外桃园 严干先进的地方 你最想带谁来这里呢 你会住多久不离开呢 欢迎大家交流下 我们下集见 拜拜